我们有些确实是 这些也许可能没有信仰的人 信心的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可能在他的邪见也好 或者理念当中 有很多很多觉得这是一种传说 这是一种神话故事 会有这样的 但真正有信仰的 真正懂得这些道理的人 一点都是不会起火的 的确这些度母也好 身尊的这些加持 难以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想象的 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的话 那么我们也不能夫人 比如说我们做梦也好 白天的一些 自己很多都不说境界吧 但是你在分别念当中有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也会发生的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也应该谨慎的 应该用智慧来取舍 为什么我们现在历史上也好 或者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书上面 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而且我们很多的一些大成就者也好 修行人 在他的行为跟我们普通人表面上看来都是相同的 但是有些确实能力是不同的 这是什么原因 比如说我们看看很多修行人 表面上跟很多人一样的 但有些他可能内心当中供养的一些恭敬 或者依止的包括护法身 包括一些空性魔 这样的话 他有一个人的力量 同时也有一些其他本尊和护法身的协助 麦彭仁波切在《二规教养论》当中也讲了 人如果有了护法身和世间天尊的协助 那他的事业和他的能力就像雄雄烈火一样 无法阻挡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表面上看了什么都不信仰的 生邪见的话那这是自己摧毁自己罢了 除此之外他也害不了什么事情 原来文革期间的时候以这些方式来诽谤 造业 最后自己也确实有时候还是会发生 很多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确实有时候因果抱怨还是很可怕的 原来我们家乡的有一个人当时都是 因为他们之间的一些官司 一般藏的有些习惯 到一个特别有名的寺院里面去 自己发誓以后再不犯 然后我们家乡的那个人就到学院来 他发誓不犯 我也去作证 其他的一些法师也去作证 后来不到一年的时候他就开始犯了 他犯了以后他自己的手指所谓特别不顺 后来都是判死刑 但这个后来患了没有 听说是可能很危险的 所以我在说如果明明自己在一些寺院也好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尽量都要鉴定一种誓言 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形式而已 其实人的信念和一些历史还是很重要的 我也是跟课题不一定很温和的 但是今天我发现的有一个事情也给你们讲一下 前年吧 玉树地震的时候 当时我去那边也去了 当时在地震当中发生有一个孤儿 他的父亲 母亲包括他家里的 他的妹妹全部都已经死了 当时找到一个孤儿实在是没办法 后来我说我带回来然后我带到学校那边去 让我的一个妹妹让她养着 我这里养着也不可能让她养着 当时这个孩子她说她有一个老的奶奶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亲戚一样的 她来的时候再三地去看了一下 她好像七十来岁的一个奶奶 然后我们觉得她什么可能亲戚都已经没有了 结果她母亲的弟弟当时已经在闭关 闭关的时候他们闭关发愿三年三个月 然后当时她闭关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生地震 发生地震以后她在闭关的座席间也知道了 第二天知道她家里面只有一个老母亲 她的妹妹和妹妹的丈夫还有一个孩子 全部都已经被地震离开了人间 然后那个孩子也是听说一个佛教徒带走了 但是她自己没有出关 一直因为她有三年三个月没有出关 今年刚刚出关一个月了 今天到我这里来说她要寻找她妹妹的孩子去看一下 她那个孤儿我们养得怎么样她要去看一下 我说你还是可以 鉴定誓言如果我的话 比如说当时发生地震我妹妹也死了 只有一个老母亲我可能马上出关了 马上出来了不到一天都可能出来了 但是她们还是很有坚定的誓言 其实如果我们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定誓言 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看得很淡的 只有把自己所发的誓言也好 所受的戒律觉得在生活当中是很重要 可是世间人们把这些该重视的东西不重视 反而其他的有些事情也更加重视 也有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一个是要我自己在想 我们不管闭关也好闭关修什么法 还是要有个坚定的誓言 梅伯仁波切在相关的教言里面再三讲 要有个坚定的誓言 哪怕是发心的话 我们有些发心人员刚开始一两天 很积极地要发心 过一段时间稍微遇到一点点违缘和障碍的时候 不行 我要退了 马上就走了 其实这种行为根本成就不了什么 发心也是这样的 同样的学习佛法 利益重视 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前辈大大们说人要稳重 一定要有一种坚定的立场 这一点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弘扬度母法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欢喜心 对度母圣尊生起极大的信心 尤其是汉地我想女众信佛教的人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想度母特别地关照 我想看来度母还是有偏心的 所以我们道友们 女众更要祈祷 这样的话在自己 因为女神一般在世间当中也是违缘比较重 业力比较深重 确实是佛陀在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们不是对女众有什么偏见的 但是这样特别祈祷的话 很多违缘也同样遣除的 完全遣除的 作为男众修行人也是对度母祈祷来的 当然是有非常大的 迅速的加持 希望大家应该珍惜这种机缘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